大家好,我是阿鱼 前几天瞅了一眼念无双的预告 怎么说呢 唐烟的状态明明没有啥变化 甚至还瘦了一些 但就是感觉没有繁花里鲜活 这个滤镜家的 苹果鸡都被媲美了 怎么一道鼓我就这么搞啊 内宇仿佛有一种同一的认知 亮瞎观众的眼睛就等于好看 虐得我又重温起了繁花 还去追了繁花摄影 鲍德西老师的讲座 发现果然繁花能这么戳中我们 跟主创的审美理念有很大的关系 有的宝子可能还不知道 鲍德西这个名字的韩晶亮 但他的作品你一定知道 东城西旧《如果爱》 《卧虎藏龙》都是他拍的 《无极长津湖》也是他拍的 可以这么说 他拍过烂片拍过好片 但没有拍过丑片 是一位对美非常有追求的艺术家 所以在这样绝对的实力面前 有些大倒都会瞬间变成孩子 有没有感觉陈岛突然有了 陈飞宇同款清澈的眼神 那么今天我们就再来学习一下 繁花里面的光影美学 看看顶级摄影都是怎么把人拍美的 顺便探讨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讨厌又白又亮又模糊的 流水线偶像剧 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 从生物学上说 我们人类的眼睛 本能会去捕捉差异鲜明的地方 作为第一目标 比如说这是一张图 你会自动看哪里呢 那这张图呢 你不会盯着一片纯色的区域看 对不对 这两个例子 你们都是通过颜色的反差 看懂了我的内心 现实世界亦是如此 光照射在物体上产生不同的颜色 明处是亮色 影子则是暗色 我们就是靠这些色彩的差异来看清世界 所以一些游戏在开始之前 会让你自己做亮度调整 系统提示 把画面调到稍微看清的程度即可 因为如果调太亮 亮到画面中的暗部都亮的一批 真实感就会大大下降 体验感就不好了 这就是为啥我们会觉得 流水性偶像剧很假 不只是剧情假 人设假 第一眼白茫茫的画面就很假 比如以暗为阴的这一幕 女主正在风雨交加的夜晚等着车 左边是一个大灯牌 右边基本没有光 可镜头切到近景 她整个脸都亮的一批 多少有点反常识 从眼睛里可以看出 原来是又给她加了灯 还是两盏 是了味道 而且光都这么足了 脸还是因为磨皮看不清 这就更加反常识了 那大脑收到强光信号 会自动告诉眼睛 这会儿你应该看得很清楚了 可事实上你怎么都看不清 不是你眼睛有问题 而是她本来就是糊掉的 这样看时间久了 眼睛就会很疲惫 但繁花不一样 她基本不磨皮 眼园皮肤的纹路都清清楚楚 看着就真实且舒服 这才像我们平常肉眼看人的样子 好的眼园也需要好的技术 才能研织最大化 繁花的光影风格是明暗分明的 基本上一眼就可以自动定位 在她明暗交接的区域 比如说开始胡歌出场的这一幕 随着她走来 脸上的光是忽明忽暗的 我们的视线也会被牢牢锁定在脸上 有种月下看美人的神秘感 为啥要搞得这么神秘呢 因为这是她第一集的初登场 必须要给足派头 爷爱的第一集 男主也有类似的神秘登场 理论上爷爱应该是要比繁花更有强调 因为宝总开的是丰田皇冠 实验开的是Rose Royce Collinan 我们做的都是Bench 都是Rose Royce 咱们粗浅的从身价去考量啊 实验怎么着都应该显出 比宝总更高的逼格吧 但事实上并没有 神秘完了之后 宝总出门给迎宾发了个红包 实验却直接把观众踩在了脚底 而且一路踩到了公司 这视角看得我都成叮当猫了 导演大概觉得 你都得从鞋底仰视我了 难道我的level不够高吗 很可惜还真不够 咱先不讨论这个诡异的鞋底视角 单就说这个光打得就完全没有质感啊 白拉拉的一片 就算有库里南加持也没有用 再说了库里南自己的广告也是暗黑神秘的风格 反倒是跟胡哥的出场类似 根据鲍老师的分享 这些斑驳的光是用很多面镜子反射过去的 为什么要用镜子呢 首先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用镜子做装饰 用镜子反光会更符合年代特性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镜子反射出来的光 边界感更强 比如说这里放了方形镜子 这里是长条镜子 这两个镜子一横一束交织在一起 形状各异的光斑可以让人的脸更具有神秘感 不过这个技巧虽好 但我并不推荐姐妹们照朝 因为这种光边缘太清晰 质感过硬了 比较适合硬汉 给妹子用还是要稍微柔一些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固有思维 就是光越硬导演的水平也越硬 其实不尽然 好的导演一定会拿你好光的质感 繁华里面女演员脸上的光确实是硬光居多 但跟胡哥还有爷叔脸上的光比起来还是要柔一些 最终呈现的效果就是又美又真实 根据我个人的体验直射光是最硬的 比如说让太阳灯泡直接照你的脸 其次是反光板反射的光 最柔的是套了柔光照的光 心心用的就是这个 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照片又美又有质感 可以试试二八定律 百分之二十的硬光加百分之八十的柔光 举个例子 这是我在中午的花园里拍摄的 当时烈日当空是让白露汗流夹背的顶光 那面对这么多漂亮的花花 难道就因为顶光不拍了吗 根本难不倒我 咱拿一顶草帽在头顶挡住顶光 同时在边上放一个反光板把脸反亮就好了 这里的重点不是反光板 而是遮顶光用的草帽 草帽的好处是自带小孔且面积较小 你可以让草帽露下来的硬光 在脸上打出一些斑驳的光影 质感是不是就上来了 而且衣服上脖子上还有草帽没有挡住的直射光 这些不上脸的光越硬越好 如果用遮阳伞把它们全部遮住 就没有这种又自然又明媚的感觉了 宝子们学到了吗 其实这些小知识我这种业余玩家都能知道 那些偶像剧的专业剧组怎会不知呢 但他们就是不肯多花一点功夫去打造不同场景下的适配光线 就比如说已爱这个镜头是想表现出女主对男主一见钟情的感觉 然后他们就非常粗暴的在落地窗外架了一盏超级大灯 出来的效果就是一双腿孤零零的走过来亮的都看不到头 然后盛光里突然就出现了一位霸总把女主迷倒了 我知道导演想要拍出那种在爱人的眼里她自带光芒的感觉 但是对比汪小姐让保总沦陷的镜头你们感受一下这个质感的区别 是不是一个真的是人在发光一个就是纯纯灯在发光 这个光的亮度太不合理了和人的割裂感太强 导致屏幕外的观众根本体会不到露露为啥就饭花痴了 要不怎么说已爱是超级好的反向学习素材 你在里面根本就找不到什么值得模仿的镜头全是一些鬼畜视角 比如说苍蝇视角 地球视角 甚至还有方向盘视角可能导演想暗示的是 你看这个车它在往前开但驾驶位却没有人 说明石总的公司早就研发出无人驾驶技术了 不愧是国内顶尖高科技公司 反正看下来就是感觉不明所以 然后全程井也是糊的人也是糊的 晚上的灯亮的跟白天一样 这是已爱的夜晚都这么亮了还能看见天上的星星啊 你看繁华的夜那是真夜美也是真美 所以我一直认为提升审美的关键在于多看 不管好的坏的都可以多来几遍 过程中你总能发现新东西 比如说王家卫也会用模糊的镜头来美颜 但是他用的很巧妙 他会在唐燕的前面挡上一面玻璃 让这个带点雾气的玻璃冲到一个天然的美颜滤镜 还有这一幕唐燕正在吃饭 他的脸上流转着如水一般波光玲玲的光影 重光正常来说是不会出现在办公场所的 但王家卫让他的出现非常合理 因为外面刚好在下雨 灯光通过水流映照在他的脸上形成了绝美的水光 这个逻辑就很通顺 其实已爱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水光 就是在男女主第一次啪的时候 为了让大家一饱眼福 他们不但在床头安了让人心跳骤停的死亡大灯 还特意加了一盏水波纹氛围灯堆墙 但剧组搞这么多大亮灯 让观众如何相信这是两个害羞到不敢求欢的少男少女呢 反正我是信不了一点 建议偶像剧都拍不好的导演们 把繁花反复看几遍 提升一下审美素人看了都能提升 更何况诸位专业人士呢 用点心发挥出演员真正的美貌吧 给爱看帅哥美女的观众一点活路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 多多三聊 点赞过5万 下次我再分享一些氛围感做的好的偶像剧案例 我是闲鱼小汉吧 我们下期再见 对 好